歡迎來到外面的新聞現場 民進黨現在很流行說 讓蘇貞昌先選台北縣長或台北市長 然後說201 可是今天有人出來破局了 李秀蓮 李副總統講 要選2012人 不能夠參選五都的市長 會斷了蘇貞昌的總統路嗎 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內幕是 謝長廷準備要選台中市長了 前陣子他已經密會了 前台中市長張溫寧 兩個人密談了兩個小時 胡祥今天也講了 二月底他就會決定 要不要跟謝長廷大戰 我們今天好好來追蹤一下 現在現場有五位貴賓 第一位是很有名的政論家 文嘉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南軒 大家好 還有當過立法委員 也是海基會的董事長 洪其章 洪偉 你好 大家好 胡宗信 胡大哥 西凱 多謝好 還有我們敬愛的 沈副總 沈醫師 西凱 大家好 來 我們先來看看 蘇貞昌的總統路會不會被破局 今天呂秀蓮出來講 要選2012年的人 都不要來選五都了 他特別講 不要以為說什麼 先選台北市啊 輸的漂亮 輸的沒關係 就可以選總統 他說這個是有問題的 今天引起曹委很多立凡的討論 來 我們看一下立委怎麼評論 今天就拿蘇貞昌先生來講吧 他 我們有一句俗話叫 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蘇貞昌之心 路人皆知 就是2012年嘛 所以這個五都的選舉 我想對有些人來講 可能只是他們的一個 這個總統選舉前的一個暖身賽 現在呂秀蓮的職員 可以講說是揭穿了他們國王的新衣 那種這樣講 會不會覺得好像有點卡到那個 針對那個蘇貞昌 或者是蔡普希而來 那個人的想法 他都可以多一些聯想啦 但是我只是覺得這些 這些私下方法 私下回應 都不可能是個 都不可能成一個定案的東西 但是副總統他在黨內的地位 算是很崇高的地位 我是認為不管誰的想法 都可以進一進 但是最後要坐下來談 王家 好像看起來李副總統是對著 蘇貞昌來 會破了蘇貞昌的總統路嗎 我認為這番說法 應該不會真的破了 蘇貞昌院長的總統之路 反而會加速蘇貞昌院長 對總統大衛爭取的 破斧成舟的決心 表面上看起來 很像是要捅他一刀 但是我覺得實質上 反而會成為蘇貞昌院長 一股積極的表態的動力 我們都知道 小朋友都知道說 劍達出其彈 那大朋友都知道 李副永遠會出其招 這個其招如果站在一個 對顛覆性的思考的角度的話 我覺得他直接 向民進黨黨內 有志於2012大位的幾位 準參選人 告訴他們 你們對未來的政治生涯的選項 你們要必須面對一個 單一的選擇體 而不是一個什麼 複數的選擇體 要撐就撐一下 那從實質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他講出一個 民進黨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都不敢講的一個東西 就是拆穿所謂假參選 真過水的這個潛規則 包括就是要不敢說的 這個政治人物的假面具 呂富或許誤打誤撞 反而給民進黨 這個高舉所謂民主進步的政黨 他在任何一次選舉過程當中 應該要回應的兩個基本價值 第一個 他對選民必須很清楚的交代他 選舉動機的透明性 他不是過水 第二 他也要回應黨內各路人馬 應該要有的公平參與的原則 欸 藍軒 那如果真的是假參選真過水 那現在這國王信息就真的被拆開了 李秀人這不是讓蘇貞昌 到時候總統都選不成啊 呃 其實我覺得蘇貞昌是不是選得成 其實跟他到底要不要去參選 新北樹的台北市 並沒有決然的關係啦 對於蘇貞昌來講的話 當然是二選一 他可以走這條路 也可以走那條路 那本來在第一時間點 我們聽到呢 陳水扁住這樣的建議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講說 謝長廷模式就是這個樣子嘛 問題是謝長廷模式 真的是一條走得通的路 還是說此路不通 其實呢 謝長廷的模式 到頭來他還是必須要面對 總統大選全體選民的考驗嘛 那顯然謝長廷是失敗的 所以呢 對於台北市來講 衰敗猶榮是一個事實 在衰敗猶榮之後 可不帶夾子這樣的一個氣勢 只取這個總統大選的保衛 其實這是兩回事情啦 所以我覺得對於蘇貞昌 他到底要採取哪一個模式 或許呢 呂秀蓮有他的看法 對我講的第一點是說 呂秀蓮對於這件事情的影響性 就是他的話可不可能破壞 蘇貞昌的盤算 或是逼得蘇貞昌必須要做 某個程度二選一 或是怎麼可以去影響蔡英文 我就不盡然 但是他的話會激起一個漣漪 大家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民進黨中央可能也被迫的 要去思考這樣的一個面向啦 那我同意這個文家的說法 其實我覺得假參選真過水 這樣這個說法非常的好 我覺得就大多數的選民來說的話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不能夠只顧 民進黨內的自私的考量 他必須考慮到說 大家去參選總統保衛的時候 大部分的選民怎麼看他 因為你要當選總統 畢竟要過一半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只有民進黨的支持 你這樣的看法 覺得說你要先立下戰功 然後母雞帶小雞 然後你才可以去選總統的話 那問題是大部分的選民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覺得呂秀蓮這個人很有意思 他通常只要事情事不關己 跟自己沒有直接利害關係 他通常都會講出一些話來 聽起來有七八分的道理 我覺得他這一次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李副總統今天這個提醒蠻重要的 你不管選台北縣或台北市 你選上來怎麼還可以選2012 這被迫變成說 好啦 那有沒有可能孫章後來說 那我不要選縣市長 直接挑戰馬英九2012 我覺得媒體都需要有人來填充版面 所以我覺得就很多人他就會 就知道媒體在這段時間要討論些什麼 他就講媒體所要聽的 或說媒體有興趣的 但是就一個政黨的立場上面來看的話 他大概他必須要考量 我的提名制度是怎麼樣 不是一個人他怎麼說 他就破一個局 不是的 一個黨有他的提名的制度 那民進黨的總統的提名制度 現在都還沒有任何人談起 我們現在有的只是 五都的提名的辦法 就是明年的五都的提名辦法 可是兩個可能會有衝突啊 現在不討論2012 因為2012現在是媒體要討論的 如果馬英九做得好 如果馬英九真的展現他的領導能力 現在會去討論2012嗎 是因為大家覺得馬英九做得很不好 所以民進黨有重返執政的機會 所以才會呈現出來 2012成為一個議題 所以我覺得2012再這麼早成為議題 也不是國家之福 那是表示這個國家的人民 生活得很沉悶 希望2012能夠再有一個變局 所以我會從一個民進黨的立場來看 我們現在1月24號 才要提出一個提名的辦法 而1月13號中職會 才會把中職會案子送給全代會 所以我覺得現在所談的這一些 都是媒體 滿足媒體的需求 滿足一些 對於新聞有興趣的一些人的需求 但是人民是對新聞有興趣 或是對於國家的 未來的前途有興趣 我覺得領導人應當要給人民有這種興趣 如果真的蘇貞昌或者是 特別是蔡英文他們兩個 現在蘇財費看起來很多人在談嘛對不對 那蘇貞昌如果真的選上了 他能選2012嗎 任何人如果他去選了 五都的市長當選了 他絕對沒有辦法出來選2012的總統 這個是大家都一定知道的 這是一定知道的 因為2012是在2012年的3月就選舉了 那五都呢是在2010的12月25號才就職 所以這當中只有14個月而已 他不可能在14個月之後 去參選另外一個公職 所以我覺得今天 從一個民進黨的立場來講 我希望我們能夠把focus放在 蔡英文主席所說的十年政綱 以及黨的一個可唱可舉的提名辦法 所以我覺得要提名辦法 就是提名辦法來談 而不談人選 倒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他特別提說什麼 他說大家都叫是說 以前陳水扁台北市長 你不要再說當中落選 就可以去選總統 李先生特別提醒啊 你不要以為說 每次都是用陳水扁的模式 他說以前陳水扁 至少第一任市長選舉的時候 他選得很漂亮 政績也很棒 第二任是意外落選 這樣人家才會讓他去啊 他說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是什麼模式 反而變成卸場亭模式 卸場亭是怎麼樣 你選完之後 還選總統是顯敗的啊 他說不要每個人都以為你是陳水扁 搞不好是卸場亭 社會科學或許有模式 但是社會科學的模式精彩有例外 政治啊 兵型像水啊 形式跟水一樣在變化的 我不談這個模式啊 我站在一個關心民進黨發展的朋友 我希望有民進 有影響力的民進黨的領導者 請不要再多談總統大選 對你不利的 權力重柄 保刀不要輕易出鞘 不要忘了啊 民進黨才剛剛失去政權一年半啊 不要因為12月5號選舉得意忘形啊 神龍見首不見尾 拜託你們老婆啊 不要屁股翹起來啊 呂秀琳以大老或先任總統 副總統身份來談 我當然可以理解 但這裡面充滿著 對蘇貞昌 蔡英文的情節 一種不滿 你看出來了嘛 第二點 我會這樣解讀 呂秀琳本能不忘情政治 甚至不排除參選2012嘛 你從她的話中可以看出來嗎 或許她是想站在一個高度來設定議題 我想她很希望鋁馬費嘛 但是我要這樣對民進黨朋友說 形勢時代都不一樣了 不要太早談總統大選 請你們除了談你們的理念 想法 變景以外 先著力於五都的選舉 先把五都你是有可能拿下四都的 先拿下來再講 如果太早談總統大選 我請教你們 你們值得大家信賴嗎 我常用個數字嘛 民進黨的基本盤是42%嘛 你加9才51 這9哪裡來 9人家送給你嗎 馬英九執政不好 100萬票流失 這100萬票可就沒有今年 就去年12月就送給你民進黨啊 所以你怎麼著力於這9 繼續談總統大選 就把這9%輕輕的或者是不投票 或者趕到國民黨去 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剛剛就說 我們現在不要那麼早去談2012嘛 2012這不是一個 不不不 負責任的政黨需要那麼快去談的 不不不 我覺得可以談的 剩下兩年我覺得是可以談的 我必須講 中信常常轉述呂富的話 說我從來沒有講過他的好話 那今天 今天他也沒有講他的好話 而且還在我前面 不過我覺得洪其昌剛剛講的是說 媒體為了剝版面 為了填那個版面的空白 就要沒輸出了 媒體其實還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綠營有事啊 就把他不吹偏偏找李慶華 那我認為李慶華委員對綠營不了解 而且酸裡酸氣 我們今天從好的角度去看 蘇貞昌當然有企圖心 那從壞的角度當然有野心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司馬招之心 司馬招是很惡毒的 是要篡位的 蘇貞昌如果要 我一定要當總統 那是光明正大的 而且呢 把他比成國王的新衣 是不倫不類的 我覺得李慶華要回去 看他兒子的童話 重新去想想 國王的新衣的故事 是怎麼講的 而且呢 我也不同意那個 我們的文家講的說 假參選真過世 我跟你說 其中什麼啦 其中選舉選這麼多 每一張選舉都是真的 火老火在 出老冬老火 哪有什麼假的 而且呢 我覺得現在民主政府黨 走到今天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啊 任何人選上不能跑 這個是對選民的交代 如果喔 有哪一個人選上 而跑掉的話 我替大家 把他抓回來 在這裡攻城 絕對沒有事情 絕對沒有問題 你說包括蘇貞昌如果選上 台北縣台北市 就不能選總統了 而且不會不會 他選上了 不管是新北市還是台北市 他一定做 而且他一定做完第一任 還有呢 你說今天李副總統講這話 是要破局 他破不了局的 為什麼 李前副總統對民主進步黨的影響力 不及我們在座洪其昌委員的十分之一 我告訴你 不要這麼說 他和老共就不可能 還有呢 那個文家說他會加速 那個蘇貞昌的破釜成就之心 我認為不會 我剛剛蘇貞昌老行窄窄 他自有他的時間表 所以今天李副總統講這些話 當然也有一個可能就是說 他是無心的 他就好像我們來賓一樣 就是分析時事 這個我們可以諒解 第二個呢 他就是對蘇貞昌 或者是蘇跟那個蔡英文不爽 不爽 他常常講說七加一加一不是 是五都加一加一不是 是不是七個 是二加一加一 就新北市 台北市 黨主席跟總統候選人 而這四個人 他主張一個人不能做兩個 所以要找四個人來 四個人來 那就是要卡住 大家最寄予厚望的蘇貞昌 那如果你找不到四個 如果還有空隙的話 我覺得 其實我要問你 今天民主進步黨 如果大家問忠於心 各派系都共推 李副總統 選下次的總統 你覺得他會拒絕嗎 我覺得他不會拒絕 問題是這個前程 我進行第三個可能 這個不排除 他自己要插一腳 沒有這裡面就有一個 很多人都在談的 所以李副現在為什麼丟這個 就是因為這邊談的都是蘇蔡佩 要嘛是蘇貞昌 要嘛是蔡英文對不對 甚至連2012都是這兩個人 所以很多派系 天王都已經被邊緣化了 所以現在需要談一談 搞不好就只能選一個 事實上我覺得 剛才這個沈醫師特別講到說 他會不會拒絕 我想在場的人 多半都認為說他不會拒絕 但問題是在同一個訪問裡面 就在呂秀琳接受訪問 講到說呢 民進黨的天王 只能夠二選一的同時 記得也問他說 那你是不是要打算 你問你幹嘛啊 他說我不敢啊 他說我不敢啊 不是不是 那是問題問的不好 那是問題喔 問的太直接 太尷尬 他當然這樣講 玩轉一下 就是 重點是 他的答案也很好 他說我退休了 問題是在於說 連謝長廷都可以說要退出政壇 而沒有退出政壇了 退休 退而不休 這是台灣政治任務的擅長不是嗎 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不是只有民進黨熱鬧滾滾 國民黨啊 昨天吳敦麗去台北線啊 他跟周西偉之間的互動 蠻值得討論的 包括 孫生章都講了 他最近會到台北線跟台北市 好好去走訪 看看基層要到楊安寫 台北市長或台北縣長 馬上就決定了 我們等一下好討論 我們慢回來